随着时代的演变 现今的产妇对培育人员的要求也相应的提高 不但要求他们知识和技能兼备 还要拥有一手好厨艺 并且拥有爱心 耐心 责任心等 才算是一位称职的培育人员 因此 现今的培育人员除了具备经验的传承之外 还需要上课考取一张文凭 与时并进 才能在庞大的市场中站稳一席之地 这里是Afterbirth Care Academy 国际产后专业护理课程的培训班 学员们都在专心地聆听 培训师程丽琳的教学 他们当中有在籍的妈妈 也有二三十岁的亲手女 更不乏有当上奶奶的退休人士 他们都是志愿成为专业产后护理师的一群 因为我们最年轻的学生 曾经是二十岁的都有 那比较年长的可能是退休的年纪 从四十五十到六十多都有 年轻的学生真的 他们的吸收率会比较好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张白纸 你所教他的他有一百八千的去吸收 那当然比较有经验的那些资深的学员们 那当然他的经验有时也是辅助的 也是有时加分的 只是我们站在科学的那个角度 加上我们课程是比较有系统的 那我们融合了香港的一个系统 加上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习俗文化 用习俗加上科学的那个方式 让他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做 比如说有很多的那个经济 为什么我们说不能洗头 为什么我们说在月子的期间 不能吹到风 他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原理 所以如果透过这些医学科学的原理 去说服他们跟着我们整个的这个步骤 也是我们老师其中一个要负的责任 让每个学生都学到他们要学的东西 而且我们这是一个统一的手法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国际的专业的水准 所以他们既然有固有的一些经验 可是可以的话呢 我们要跟上朝代的这一个脚步 与时并进的学习 成立自2016年的Afterbirth Care Academy 是一家提供国际专业产后护理课程的机构 过去曾培训了139名培阅人员 为市场供应具有文凭认证的 高素质的培阅人员 以前我们好像你所讲的 我们称为越少或者是培阅的 我们现在我们称他们为专业产后护理师 所以为什么叫产后护理师 因为他们是照顾生产过后的太太们 基本上他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 所以我每次讲他们其实是产后护理师 他们要是营养学的 他们有可能就是宝宝的 催乳师也有 然后主厨也是 包括心理辅导师 就是他们通通都要会这些东西 所以产后护理师其实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 他们会有就是 不简单的一个 平均地有的 所以我们先把你当作业 是一样的 还是我让你当作业 是一个不简单的 然后考验 是两个人的 就是一个不简单的 二子 就是一个不简单的 是一样吗 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毕竟上了年级的会比较辛苦 因为讲成是24个小时的工作 而且他们有可能你上门去做的话是28天 所以就导致妈妈觉得我请的越少都不要年纪太大了 因为怕年纪大的他们会有三高的问题 所以他们通常找的就是40到50岁左右 但是40到50岁他们又要求他起码有10年的经验 有没有 就是那他不是要30岁开始 或者是30岁或更早就要开始套入这一行 所以就会变向我们 为什么长头护理师会越来越年轻化 也就是讲为什么还有一些学生是20多岁 甚至还没有结婚 还是单身的来做长头护理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